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我看了台湾的那个基士 我说那个基士会往生的 他就往生 而且有种种的罪相 因为那个基士一辈子 一句都不敢讲三宝的故事 大甲一个吴基士 刚生一个周罗汉基士 他死了往生的时候病苦 我说这个不怕 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看到他 他那种尽心尽力 没有是非的 后知三宝 从来不挑拨离间 他绝对不会说 在这个比丘面前讲这个 在另外一个比丘面前讲什么话 让两个比丘冲突 这个比丘尼跟这个比丘尼有什么误会 他就是很慈悲的 想办法要把出家人和和 哎呀 这个和和太重要了 我看这两个基士 在他们还没有往生 我就告诉他 吴基士 你一定往生 周基士 你一定会往生 他们说 师父这么有把握 当他离命中的时候很痛苦 我说 不要烦恼 他一定会往生 结果断气以后 八个钟头 整个脸全部 都是笑嘻嘻的 红冬冬的 比在世的时候还好看 师父亲自赶到 去跟他加持 这个基士没有话讲 一句口语都不会讲 打死不讲 三宝的是非 他如果看到 比丘比丘尼 有一些 跟自己的理想落差的 他就不看 他就非礼物事 他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晚上洗脸的时候 洗到这个地方 记得非礼物事 洗到这耳朵 非礼物听 洗到这个地方 非礼物言 他就这样子 而且坚持他的理念 他就把他当做 他是菩萨视线的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他是菩萨 菩萨视线的 因为不是所有的出家人 都是圣人 都是正大阿罗汉国的 都是断我执 断法执的 当然会有 参差不起 是不是 有圣声 当然也有凡夫声 所以佛教呢 他要有大格局 要以整个佛教的考量 所以不要堕乱生团 你这句话出去 会影响到整个常住 会影响到整个生团 千万不能讲 你这句话出去 会使整个佛教崩溃 那千万那更不能去做 你在道场里面 跟哪个法师 有一点金钱上的纠葛 就到处放风声 一直毁谤这个出家人 那你小心 我告诉你 我不是扶你的 真的 带坐轮也很难 真的 你命中就还 慧离法师 救我 那你没有办法 你平常叫你 不要帮佛 帮法 帮生 你拼命讲 是不是 那有什么办法 人因皆善缘 自非大无边 宽阔的胸怀 动感天地间